此yes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Cold Mattina 我是你們節目主持人Yoyo 以及我的好發檔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ttina 麥天娜 平時我們都會去起宴 通常去到這一場合 你會最喜歡吃什麼菜式呢 其實說起宴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菜式 好像是緊焗一樣 例如可能會有一些甜品 甚至有一道菜是魚翅 通常每一次起宴 都會有魚翅出現 通常好像麥天娜這樣說 我們中國人傳統的起宴 都一定不會少得魚翅 但通常我們都會覺得 魚翅是否大時大節才能吃到呢 其實又不是 我今天很開心會為大家介紹 一個即食的魚翅 也會很開心請到魚翅的專家 朱小姐Amy上來和我們聊聊雞菇 Hello Amy 你好 我想問一下 通常人一說起魚翅 可能會想到 可能驗會才能吃到 為什麼一開始會想到這個即食的魚翅 其實這個即食魚翅 也是我和我先生的理念 為什麼魚翅好像是這麼名貴的東西 一定是喜慶 或者一定是有錢人才能吃呢 我們會覺得 其實普通的尋常百姓的基層市民 都可以享用 有一個很低味的價錢自己享用 這是我們的理念 我們可以做到這樣 原來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可能也是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真的有錢人才能吃到 但原來現在不是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嘗試到這個 可能普通的吃飯都可以吃到 但是其實魚翅 可能大家都知道 這個食療價值都非常之高 其實它的食療價值在哪裡呢 其實魚翅含有83.5%都是一些蛋白質 它含有很豐富的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什麼 或者Omega 3是什麼 其實都是針對我們的皮膚 我們皮膚為什麼會有皺紋 或者為什麼會乾 就是缺乏這個膠原蛋白 現在好像我將來很快就50歲了 我今年48歲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以讓大家看到 皺紋都不是那麼多 就是因為吃魚翅 Omega 3的膠原蛋白的補充 還有我們如果受傷 割損了 為什麼沒有那麼容易損呢 就是因為我們皮膚夠膽 夠膽不膽 去支撐著 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所以其實魚翅對我們是很好的 其實在食用魚翅方面 它會有什麼方法可以吃呢 它可以 而且好像我們做了一些即食刺 雞湯刺 或者紅燒刺 是不同的味道 你可以打開 整熱它便可以吃 如果你不介意去凍食 就這樣打開吃便可以 其實是一打開的話 只要一丁就會熱 如果你是可以想凍 當你真的有碗飯是熱的 其實魚翅這一方面是凍的 都不是問題的 已經是熟的了 沒錯 那多久 如果是放在鼻波爐 釘4分鐘便可以吃 那真的很方便 因為其實本來這個便很方便 就這樣打開 可能釘一釘便可以吃 這樣三四分鐘 但其實本身 可不可以說一下 本身魚翅如果要烹調的過程 是否很繁複呢 會是有一個魚翅 它是有黑色的 下一個要打沙 打沙變成黃色 可能這個工序都要兩天的時間 黃色的魚翅之後 我們再調成一碗雞湯刺 可能都需要十至十四個小時 即可能都要三天的時間 即是其實我們現在吃的即食魚翅 就已經減少了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已經是幫了我們 做了很多重工夫才來 即是如果我們是自己 可能想自己下手下句做的話 需要的時間是要十幾個小時 其實真的很久 所以現在真的這樣省了很多時間 尤其是家人 即是可能 剛才我們說的大事大事 可能媽媽在家就準備一餐 可能這一餐飯不單單是如此一件事 可能還會有 有蔬菜、魚、蝦各樣東西都有 那真的需要很多重工夫 還有很考心思才會慢慢去做一餐 很美味、很豐盛的味道 其實我想問 你們那些 我知道你們今天就帶了 你們的即食魚翅商量 其實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大概有哪幾種款式 好啊… 我們會有一些雞湯的雞燉翅 是 會有紅燒翅 這個就是紅燒翅 這個是包片的海王翅紅燒翅 其實他們裏面的材料有甚麼呢 就像這個雞湯一樣 那裏面會有甚麼材料 裡面會有一些是雞、金華火腿 上湯、竹笙 其實一聽到金華火腿、魚翅、竹笙 就知道是很滋補的味道 另外這個紅燒翅呢 這個紅燒翅 裡面會有一些原背、海螺片 還有一些魚翅 嗯… 那平時你… 你當然經常吃這個即食魚翅 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但在你吃的時候 其實你會就這樣去喝嗎 還是說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是混合在一起可以品嘗 嗯… 你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介紹 其實我沒有甚麼規定 是吃飯時間吃 甚麼時候吃 我喜歡隨時想吃 我就會打開它 會吃 我可以當早餐、午飯或是宵夜 我肚子餓因為很方便 有時候我會是… 昨晚有些冷飯在這裡 我有肚子餓 現在是宵夜 我就會把飯 把這個湯倒進去 放在微波爐裡丁 四分鐘倒出來 我有一個魚翅拌飯 這樣不錯 還有我覺得這樣 可能有些小朋友 吵著說不懂班 是 就可以用一些方法 拌一拌魚翅 就很開胃 對 有營養 也可以用來煮一些 新竹米粉 也可以用來煮烏冬 也可以用打火鍋 做一個湯底 打火鍋也可以嗎 也可以 但其實這個吃法好像很少聽到 如果用這個魚翅來打火鍋 其實會不會說… 其實也會滋補一點 滋補 對 就不會太醜 一般因為現在在外面 可能我們外面打火鍋的時候 都會聽到有一個 例如雞湯的湯底 其實平時我們打火鍋 可能會用一些鹽劑 或者沙爹的湯底 我們不會是喝湯的 因為始終是很熱氣 可能會喝了 但如果用這個魚翅去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直打火鍋的時候 還可以當成湯來喝 對 對 那就是一落 打火鍋可能會覺得熱氣 但轉過頭 我們又喝一些魚翅的湯 滋補一點 對 那就不會造成一個 自己可能身體後患痛 或者不舒服的狀況 嗯 其實呢 我也想問 可能這些魚翅 即食魚翅 或者很多的 可能其他市面上的即食食物 都會加一些味精去調味 其實這個會不會的 我們絕對是沒有加味精 沒有加劑 我們的包裝都寫明 其實如果在市面上 如何去分辨 一試就知道了 吃完之後 我們的產品是不會口渴的 是沒有味精的 這個就是試 究竟那樣食物有沒有味精的 一個很好的方法 嗯 最重要是不會口渴就可以了 因為平時有時你會發現 真的去吃飯的時候 無論是否湯都好 或者有些是 簡直是小菜 那你會去吃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可能同樣的菜 即我們在不同的地方有吃過 在這裡有吃過 但你會發現吃完之後 是很乾 一來的喉嚨 二來是你會很想 不停地喝水去沖淡回去 其實這樣就是可能 它那樣的小菜 或者是湯 下得太多味精 沒錯 其實我想知道 你們即食的魚刺 其實會放些什麼 其實用了哪一種的刺 我們是選用一種 叫牙簡的魚刺 牙簡刺 這隻牙簡刺 其實它兩年就可以成形 變成成形的魚 即是可以真的用來製造這個魚刺 對 對 而這隻牙簡刺 它在海洋裡面 追著一些湯拿魚去吃 它是捕獵一些湯拿魚 其實我們去捕捉這隻牙簡刺 做我們的即食刺 其實也是海洋生態的平衡 對 保持它的平衡 因為如果說得不好聽 可能它又殺死了一些湯拿 但其實在我們的角度 其實湯拿也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所以我們要保持平衡 兩樣這個美食都可以得到 心底液漿 對 就不會太過 一邊就沒有了 另一邊又少了 嗯 其實你們推出這些即食的魚刺 其實因為可能之前我們都沒有聽過 可能都會覺得 都是在意見上面才有 其實剛剛推出的時候 受不受歡迎呢 嗯 其實市民都會有一個懷疑 咦 是不是的 是不是真的如此來的 嗯 一盒這樣就 是的 這麼簡單 他們都會有一個懷疑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其實是一個教育 一個革命 那麼多年 市民已經認識到我們 越來越欣賞 他們已經不懷疑了 他們很深信我們的產品 好 明白 謝謝朱小姐 那我們現在呢 休息一會兒 待會繼續回來購物天堂 吧 嘩嘩嘩嘩 喝到東西咳到氣扯 可能是氣寬敏感 在內有白衣漆 可以誘發咳嗽氣喘 用口服藥物就可以控制徵狀 咦 沒進來咳味 用了多樂士加麗安環 環保七嘛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 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天然純正無雜質 高級金絲燕窩棧 滋補養生 東盡燕窩狀 北韻度咖喱 新辣重口味 滋味羊肉 香脆薄餅 多款正宗飲食美食 盡在潮爆七衣咖喱王 CANTAS手錶 以卓越永恆設計 高品質及合理價格 滿足消費者的要求 視像的外形設計 適合每天配戴 八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LI 一個全新秘密 令你看起來更年輕 暫身拿生科技 納黑白 電量高專利設計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配搭 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睇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人好注重扮命 無論修夾、素身、整容、化妝 都很廣告 市面很多護膚、健身、簽體的廣告 人人都去做 那你又知不知怎選? 甚麼化妝品最適合你? 怎樣簽體才最健康? 我們找專家和你分享美容心得 和你深入解構 盡在美的方程式 BB出生啦! 迎接小生命的來臨 要怎樣做一個健康的人媽媽呢? BB出生之後 又要怎樣照顧身邊的小朋友呢? 和你分享護理媽媽的方法 和說你知寶寶成長的心得 好月子培月有限公司特約 月子好寶寶 是一個全方位共融的親子節目 和大家共聚溫輕時刻 好,歡迎大家繼續回來購物天堂 繼續有我Yoyo和我的拍檔 Hello,我是Martina 當然少不了我們的嘉賓朱小姐 Hello,你好 Amy,剛才我們提到魚翅 原來魚翅對我們的營養價值也很高 對我們的皮膚各樣東西都很好 而且現在又不只在飲宴上可以吃到 更加可以很方便地有即食的魚翅 剛才聽了很多 其實我想問一下 剛剛我們可能提到 這個小朋友可能沒有胃口的時候 就可以加少少的魚翅拌飯 就可以很開胃 其實這裡都有不同款的魚翅 會不會適合不同年紀的人去吃呢? 其實都很興奮的 反而就是適合不同口味的人 例如好像有些喜歡淡一點的 可能有些喜歡味濃一點的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牛翅拌飯可以配合 其實濃味是哪種會比較濃一點呢? 例如我們有兩種比較濃味的 是龍湯翅 也有兩種是普通清淡一點的 如果清淡的話可能是雞湯 雞湯翅就會比較清淡 如果是紅燒翅就會比較濃味 其實雞湯的話可能我們送禮的時候 送給家裡的老人家 這樣就讓他們清淡淡 又可以有一個滋補的效果 就會選這個湯為主 但是小朋友通常喜歡哪一種? 是呀 他們兩款都喜歡的 是呀 煎雞湯呢? 看一個雞子給老人家小朋友 或者會擔心會有雞骨 其實我們的產品是沒有骨的 已經是去骨了 所以絕對放心 因為你說到骨這件事 老人家可能真的會害怕 因為會噴傷 而小朋友呢 在我的角度 我會覺得小朋友 通常喜歡吃一些東西 都是沒有骨的 可能容易吃 軟一點 或者是肉的 所以沒有骨的話 這件事真的很好地 給小朋友或者老人家 吃肉很放心給他們吃 那其實呢 剛才我們就可能提到 這些即食的魚翅 那其實呢 我們剛才提到的營養價值 那會不會跟我們其他 就是我們普通吃的 魚翅的營養價值 會不會不同的呢? 是呀 絕對不會 因為它都是營養 那我們會加了很多的雞 或者是有一些的螺 那會更加加重了它的營養價值 是呀 反而營養價值會高了 是呀,沒有常說的 明白 其實一般我們看到這個骨膠原 可能有時候我們都會 有吃一些魚乾油軟去進補 但其實比較上來 其實是否真正我們 可能吃了一些魚翅 吸收是更加容易吸收呢 那口感吧 食肉首先增加了 是 是呀 好吃嘛 始終有時候 講到這個骨膠原 即是這個膠原 我們在吃一粒粒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層膠膜在 一來我們聞下去 在味道方面 比較腥 對,有些腥 二來是因為它們比較大顆 如果我們真的有小朋友 其實它吃會覺得很難去 會吞這粒魚乾油丸 因為它很大顆 然後有時候我會想 究竟這些魚乾油丸 其實在吃了肚子的時候 它要多久才會 將膠膠的膜穿 然後再補入我們的身體 但如果這樣說魚翅的話 其實我們一吃下去 始終感覺上 一來已經是好吃 二來就一直 它下去 我們的胃 其實好像一直吸收 對 對 剛才Martina提到魚乾油丸 其實我就會想起 其實在做魚翅的時候 翅就拿來做 但其實其他的 好像魚骨 那些又會怎樣用 其實鯊魚 其實全身都是補 對 鯊魚骨是很重的Omega3 我們都會用來做湯 鯊魚皮 可以用來做手袋 做皮外套 如果裡面那一層 我們還可以用來燉湯 其實都OK 整個都不會去沙 會沙 整整一條蜜筋肉 肉 我們都可以做魚蛋 鯊魚肉 可以做魚扒 對 其實一點都沒有沙 嗯 一聽到這個魚蛋 平時想起就是不肉 那你一提到鯊魚 要來做魚蛋的話 又驚貴了 即是感覺上 這個魚蛋 其實都比較特別 剛才提到的湯 其實可不可以簡單 為我們介紹一下那些湯 好的 我們都會用出了幾款的湯 那俩以olare 我們會用來沙魚蛋 也是有魚蛋 會用來沙魚蛋 hype 對 另外一款 noun 海將魚蛋 其實全部都是對我們身體是很有益的一種 食療加直的 這兩種它又主要是一些什麼呢 可能我們平時會聽到媽媽煲湯的時候 這一種湯是你最近可能血氣不好的樣子 或是臉青青的 你還要來補血氣的 對 是淮山幾指 大概怎樣分呢 就是淮山幾指就是補血氣 是的 那其餘那些呢 靈芝就會是解毒 解毒 是呀 清熱 我們有暗瘡的時候 是呀 需要這個 是呀 口乾 有口氣的時候熬夜 煙酒過多的時候就要 是呀 而這個沒有湯的鯊魚骨 就比較滋補 嗯 那其實那個淮山幾指的鯊魚皮 其實大概用了什麼材料去製作的呢 我們有淮山幾指 是有些鳳爪 是 也有些鯊魚皮 剛才我 當我倒出來之後 其實我有去看看一些材料方面 我看到真的… 你剛才看到 很足料 對 真的它是成舊在這裡 整森棗在這裡 因為一般我們有時候會買一些 一包的倒出來 可能味道是有的 但其實它是沒有材料在裡面的 但是剛才我們跟Mathina這樣倒出來的時候 都看到很足夠的 就是八卦在這裡立刻 看看有什麼東西 多不多的 就發現很多材料 不是單單只是說湯是有個味道的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就這樣喝湯 在美國上我們會覺得是有那種味道 但如果材料方面沒有那麼多的話 你始終覺得好像欠缺一些東西 心裡好像不舒服 好像欠缺了 我們其實是將所有的材料 放在我們這個袋裡面 石紙袋裡面 是封密了之後 是用明火去燉它 是新材實料的 所以才能出出這樣的味道 但其實那個保存方面 其實可以讓我們放多久 這個我們可以放到三年 是在室溫的地方 不用放雪櫃 不用加雪櫃嗎 不用放雪櫃 一般我們買了一些 都覺得要放雪櫃 不然它就會很容易變 變 或者過期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革命 其實我們用的物料 它的石紙袋 我們是由德國入口的 德國科技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它是一個四層的複合料袋 它是隔紫外缸 隔空氣 是阻擋進去的 是真空的 即是四層的複合料袋 其實一包了 當我們準備 可能我今晚煮來吃 其實一包的份量有多少呢 即是我們是一人食用 還是有多少度 我們的份量是350克 大概是一碗 即是一碗 一碗 也挺大碗 是的 也是一個 還有一碗的話 我在想 剛才可能是一家人吃飯 如果一碗的話 我們可以各人選自己的喜好 就不用說今晚要吃哪一種了 我們自己選 我要吃魚翅 你要喝湯的話 我們自己倒 自己去叮 就不要說你搶我 我搶你 嗯 其實我想知道 可能這些即食的魚翅 包裝這樣放在這裡 有沒有甚麼小提示 可以教我們 怎樣去選購 或者看一些成份 去選一些優質的魚翅 或者湯 其實政府也呼籲 也要看營養成份 它裡面的辣的成份有多少 辣的成份 對 這樣 嗯 其實我也知道 如果這樣 我們就方便很多 可能都會看看 會不會加了甚麼味精 或者添加劑 我們就 食用方面 就可以方便很多 但我想問 其實我想知道 因為我知道 日本對這件事 是很著重的 可能覺得魚翅 是一個很矜貴的一件事 其實會不會說 在日本這件事 會不會很流行呢 會的 我們都會出口日本 日本的廚師 其實他們是很著重魚翅 他們很崇尚 中國人吃魚翅 其實是一個很精湛的廚藝 花了幾十年 都未必可以 是鑽研得到 所以其實他們很希望 可以吃到我們中國的魚翅 所以在日本那邊 其實他們都是 我覺得這個食品是一個很高尚的食品 而且真的可能是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平時在香港可能會起宴 或者是一個大時大時才會吃到 可能在他們的角度 他們也是這樣 好像是很誇張 所以一定要在一些特別的日子 才會要來食用 對 因為一般我們可能在日本 可能覺得在切魚翅方面就很了得了 但是我們在香港 就是用這個魚翅 即食魚翅 在他們那邊 相反他們就覺得我們這一邊很厲害 大家就可以有一個 我有欣賞你這一方面 你有欣賞我這一方面的技巧 或者是食物 其實魚翅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真的是比較矜貴的食物 現在真的很方便 推出了即食魚翅 今天就謝謝朱小姐Amy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就可以上到這個網址 就是www.apus510.com.hk 或者用你的智能手機 上到App Store畫面 下載AP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我們的節目 再一次謝謝Amy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